大家好,我是Dane 根据9月30号韩国盖勒府的发表 Netflix的网综艺 以5.2%的偏好度获得了第一名 作为OTT内容的 创下了在韩国所有电视节目中 偏好度第一的首部网综艺的记录 目前在韩国 不,至少在全球Netflix上 应该算是最受欢迎的综艺节目 但是在10月1号公开的最新内容 却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争议 因为今天的内容会有剧透 所以还没有看 黑北有利沙第9集的人既然都已经来了 就先看我跳个舞吧 等看完第9集之后 再来看这个影片吧 最近一位网友在网上表示 只凭未到来决胜负吧 黑北有利沙在宣传海报中 强调了只靠未到决胜负 在制作发表会上 制作组对记者们反复强调的也是 最棒的味道 黑北有利沙是一场由评委 影视高手贺素者 向韩国顶尖明星出师 Pick Sujian发起挑战 并激烈对决的 100人大厨阶级战争 评审团由Pick Sujian和安森杰担任 制作组表示 这个节目的宗旨是 厨艺对决以及韩式的全球化 网友们都期待着 武林高手与 影视高手之间的料理对决 所以在第一集 80位黑素脚大厨们的料理竞赛 蒙着眼睛 只以味道来评审的黑白对决 要做出100人分的团体战 要用超商食材 展现厨艺的败着复活战 都受到了极高的评价 但在最新一级的比赛项目 开餐厅 黑白厨师们被分为4队 分别开设4家餐厅 美队自行决定 三道料理及价格 并邀请了20位 吃播YouTuber前来点餐 最终根据各餐厅的 营业额来决定胜负 而比赛一开始 明明是3队分好了 开始进行 然而在进行过程中 突然收到了一个紧急通知 要求美队通过投票 选出一位最不需要的厨师 这家餐厅继续参与比赛 但是这个放任的过程 让观众们感到不太舒适 许多人觉得 已出一对决的节目中 为什么要加入那种 一般纵一般的效果 尤其是一开始拒绝出演 在辛辛苦苦三顾毛鲁 花了6个月后才请来的 大汉民国第16代料理名将 被放出的时候 除此之外 15年经历的学校营养午餐料理室 盘石大战二冠军 韩果蔬菜料理一把手 拌菜厨师等等 那些一直默默工作 料理出色 至今取得好成绩的人 因为接二连三的团体战 却只能被安排做准备工作 甚至连自己的拿手料理 都没有机会好好展示 最终全部被淘汰了 说好的只看味道 展现最顶级的美味 都不见了 这位网友最后表示 我这两周完全迷上了这个节目 甚至连相关的影片 都狂刷了NN个 但现在只剩下 随便谁赢吧的状态了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虽然是竞争 但我一直很喜欢 他们彼此尊重对方料理的样子 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加入这种没必要的放出规则 虽然紧张感确实变强了 但这样的紧张感真的对节目有帮助吗 放出真的很不公平 就这样随便把三个人丢出来 这能算合理吗 一直做团体赛本来就不公正 最终是得靠队长的想法来进行 那些很有实力的厨师们 只有一次机会能好好展示自己的料理 其他时间都在做准备或助手 根本没能好好看到真正的实力 突然搞出一些奇怪的规则 很多人只做准备工作就被淘汰了 我感觉比他们还要难过和遗憾 放出的部分确实让人不满 不过从结果来看 评审团应该还是依据味道来进行评价的吧 但黑白队伍应凑数字的方式 真的让人感觉很不好 餐厅比赛如果改成个人赛 不是团体赛 感觉会更有看头 团体赛的话 温和的人通常只能负责设委工作 完全发挥不了什么 厨师们之间互相尊重 展现了很多很帅气的样子 但感觉制作组对厨师们缺乏应有的尊重 对他们来说 厨师们似乎只是节目素材的一部分而已 所以想问一下有看过的人 大家觉得赫贝尤丽莎餐厅任务片怎么样呢